欢迎来到新乡雅剧,我是亚兰 上次我们说到弟子龟 那么弟子龟里边到底都说了什么呢? 在弟子龟入则校里边 他详细说了如何对待父母 在平时、日常、以及父母有过错的时候 父母生病的时候、去世的时候 在出则剔里 他讲了如何和兄弟相处 进而在社会上 和同学、朋友相处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他在入则校里边讲到 身有伤疑亲忧 得有伤疑亲羞 意思是说 身体受到伤害 会担心让父母忧虑 曾子曾经说过 身体发肤受制于父母 不敢毁伤 当一个孩子身体上受到伤害的时候 父母是最担心的 但是如果一个孩子 他品德上出了问题 做出伤疯败俗的事情 那么父母会感到蒙受羞辱 也会辱墨门内 而在出则剔当中 如何和兄弟相处呢 他说 兄道友 弟道功 兄弟目 孝在中 也就是 兄长要有爱弟弟 而弟弟呢 要恭敬兄长 如果兄弟之间和睦相处 那么孝也就体现在其中了 还有呢 财务卿怨和生 言语忍 奋自敏 也就是说兄弟之间 如果对财务 不斤斤计较 那么也就没有什么怨恨了 如果言语之间 能够相互帮而忍让 那么奋恨自然也就平息了 还有在个人修身上 在锦这篇当中 他提到 衣贵节 不贵华 上寻奋 下衬家 也就是说啊 穿衣服 要注重整洁干净就可以了 不去注重名牌 华丽 既考虑到自己的身份产核 也衡量家里面的经济状况 而不是一味的和别人攀比 那现在社会当中呢 很多学生会炫富 你看我爸开的车是什么牌子的 或者说 你看我用这个是限量版的 那有的学生呢 嫌弃自己家里面贫穷 都不敢让父母进学校 怕丢人 那弟子规里边 还有一些对于言行上的 比如说 缓接连 勿有声 宽转弯 勿处冷 直虚气 如之音 缓接连 勿有声 也就是说 我们在掀帘子 开关门的时候 要尽量轻一点 慢一点 避免发出声响 我们发现一个很有修养的人 一般都是尽量的 走路轻 说话轻 关门轻 因为他希望尽量的 不要打扰别人 妨碍别人 而不是说话 大扫门 使劲的摔门 关门 这些习惯 其实都是从小养成的 包括直虚气 如之音 当我们拿一个空的器皿的时候 就像他里面装满了东西一样 依然非常小心谨慎 从这句话当中 我们能够看出 这个人非常谦恭的心态 以及他的体态 最后一段 余力学文 里边说 不力行 但学文 长浮华 成何人 但力行 不学文 任己见 魅力真 意思是说 如果不能身体力行的 去行孝涕 谨信 犯爱重 亲人这些本分 一味的死读书 纵然有些知识 也只是增长自己 浮华不实的习气罢了 变成一个不切实际的人 如此读书又有什么用呢 反之 如果只是一味的做 不肯读书学习 就容易依着自己的偏见做事 蒙蔽真理 也是不对的 里边还说 房事清 墙必静 积暗节 笔验证 意思是说 书房要整理清洁 墙壁要保持干净 读书的时候 书桌上笔墨止焰 要放置整齐 不要凌乱 一切物品 紧紧有条 才能静下心来读书 还有墨摩篇 心不端 字不静 心弦病 古人啊 在做很多事情之前 会先调息静心 等身心安定之后 再去做事 如果墨没有磨好 字写得歪歪扭扭 说明心 首先是浮躁的 没有清静安定 那以上呢 我们只是分享了 弟子规当中的部分内容 弟子规里边 还有很多其他 很好的部分 它不仅有道理啊 而且会教人 如何具体去做 前些年 不仅仅是学生 中学校 还有很多的成人企业 都在学习 这也是它风行的原因之一吧 在2011年的时候 我曾经受邀去一些企业 分享关于文化的课程 提到弟子规这本书 他们说 您看 我一看 他们办公室靠墙 有个非常大的书架 书架上面 全部都是弟子规 他们说 我们总经理 非常认同中国传统文化 所以就刊印了 非常多的弟子规 不仅我们全公司 人手一本 而且呢 还送给客户 希望呢 我们从大人开始 身体力行 现在呢 我也知道 关于弟子规 有些人把它拍成动画片 有一部动画片 获了很多奖项 我也会把链接 放在视频下方 在海外呢 也有一些学校 他们希望能够 恢复中国的传统文化 我也会把相关的链接 放在视频下方 那么关于中国的传统 还有哪些文化呢 我们下次和您 接着分享